这是您可以帮助孩子学习识别颜色的方法 您可以要求孩子选择当天的颜色 假设他们选择了红色 然后,在您忙碌的一天中 您和孩子可以指出那种颜色的东西 例如,您可能会说 那个西红柿是红色的 您可以问孩子 您看到了什么是红色的 孩子可能会说 蜡枝鸟是红色的 然后,您可能会说 蜡辆车是红色的 然后,孩子可能会说 他们有一个红色的书包 您可以继续轮流寻找红色的东西 下次,你们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每天专注于一种颜色 可以增强孩子对颜色识别的能力 于,我们会因为我们怎么会放到的 我会放在这里 以后,我们下午时 如果我们下午时 我们下午时 好,您会说 每天 Sharpe 是红色的 我们下午时 我们下午时 回来 我们下午时 我会放在这里 给大家介绕